这个沙子上面有很多亮晶晶的 哎呀 看着挺漂亮的 但是你如果站得高的话 看起来它并没有多大 然后对面呢是阿尔金山山脉 这么一条过去 昨天就是从那边翻过来的 山上还倒出的是雪 那边还有一辆向进去的车 现在泥沙里出不来了 就被扔在那边了 都没有人给它拖出来嘛 看一下是不是好的 探路者 好吧 看起来还是好的呀 就这样被扔在这边不要了 这是拖车费太贵 拖不出来了吧 太浪费了 这车得多少钱 就这样不要了吗 哎呦还打不开的 哇 已经堆满了 沙城 因为钻鱼这些都还好好的 就只因为线在这里面了 在这边呢还有一个滑锁 可以给它拉过来吗 听说的啊 听说的 我这边的就是 现在蛮要爬下去的 我很优秀的困在上面下不来了 工作人员拉不动 他拉不回去了 然后我就被吊在这上面了 怎么办呢 我今天晚上就在这上面过夜吧 吓死我了 终于到站了 这一站到的好难 要不我再坐回去吧 要不我再坐回去吧 现在巧克力师要来做个滑梯 感受一下沙漠滑行 先把手机置上 大沙漠 我来了 好烫屁股呀 屁股都烤糊了 看看我的鞋子 装的全是沙子了 不玩了 走了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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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见过这样的沙漠 总感觉电视里面那些沙漠 应该都是虚假的 特效做成的 但现在看了这些沙和活川的 大好景色才知道 原来那些都是后期配不出来的 真的很壮观 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没有见过的 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 挖操完蛋了 不玩了 这边还有一个吃鸡的场地 可惜没人陪我玩 再说了我也不会玩 打仗咯 我觉得它这个沙不错 赚一点带走吧 看着亮晶晶的 可以 可以 哎呦 为什么一下子我就长高了呢 好了 这边太阳实在太晒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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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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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